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名词 就是球体或者做重要的派生意领域 跟老师大声来读一遍 Sphere 再来一遍 Sphere 好 它本来的含义表示一个球体 立体的这么一个圆球 圆球呢 它有个边际 有内有外这个分别 所以它的派生意呢 可以表示某一个范围 某一个领域 在生活中表示领域这个含义 使它更为常见的一个重要的派生意 这个搭配我们得看一看它的替换 还有它跟什么戒词来演 就这个一起来用 好 我们来看一个重点搭配 在前面的戒词一般加in 表示在某一个领域 然后呢 我们可以好多好多领域吧 比如说in the scientific sphere 在科学领域 in the political sphere 在政治领域或政界 in the cultural sphere 在文化领域 在文化界 或者说in the educational sphere 在教育领域 或者在教育界都可以 同样表示这个领域和界 在生活中有些重要的替换 后面几个黄颜色的 都可以表示某个领域 某个范畴 什么什么什么界 这个都可以 我们后面几个词语大声来读一遍 sphere area field world realm 最后一个词可能陌生一点 再来一遍 realm 这几个词可能都有本身的含义 你看这个sphere本来表示大圆球 球体有边界 area表示某个地区区域 地区区域有边界 那么这个field表示一个地 一块地或一块农田等的 它有边界 world是世界有边界 对吧 这个realm本来表示古代的贵族的领地 派生意也是范围领域 它本身有边界 这生活中几个常见的表示范围领域 相关词汇 但注意都跟这词应应搭配 前面可以加形容词来修饰它们就好了 好 那么看完之后 我们再看sphere这个词 本身表示球体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字根 那表示球 圆球的意思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这两个名词 咱们可以同时记 第一个可以表示大气层 大气层包含 包括在大气的 在地球的外边 把地球包围起来 它本身也是个球体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tmosphere 再来一遍 atmosphere 好记得 还有后面这个词叫半球 因为hemi或者是semi hemi或者semi 都可以表示一半的意思 我们读一下半球这个词 hemisphere hemisphere 它可以表示我们地球的半球 或者大脑的半球都行 尤其是地球的半球 我们看一些常见大飞 比如说the northern hemisphere 叫北半球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叫做南半球 the eastern hemisphere 东半球 答案western hemisphere 就是西半球 我们把这个搭配 大声给老师读一遍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he eastern hemisphere the western hemisphere 好了 这是这个重点词汇sphere 重点掌握 它的一个重要派声音 表示领域 跟它介绍搭配 还有名词替换 以及它做自根表示球 两个重要的派声的名词 好 这个词汇就跟老师学习到这儿